我们就来追踪的是相识的这五分钟 海巡署说无秘露气 是要撇清责任吗 当然现在整个后续事件发展 我们都非常希望 这个双方都能够非常以谨慎 小心严谨的态度 让事件和平的往下来发展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的是 海巡署发了四个声明来辟谣 哪四大声明呢 好他们怎么说呢 海巡署说 一 这个本案发生其实只有历时五分钟 所以呢因为海上追逐 还有时间很短的因素所影响 所以呢没有办法能够全程录影 二 申华两位陆籍男子都表示 对海巡队执法程序没有意见哦 第三 申华的两位陆籍男子呢 在留置期间都非常妥是安置跟照护 最后平安返回大陆 第四 海巡署秉持不偏不倚 误网误众的原则 全案交由司法机关来调查了 所以换句话说 整个案件已经进入到 司法调查的一个程序 来做一个厘清 同时呢海巡署的副署长张忠楼 他也说 这个案件呢没有搜证引带 不影响责任归署判定 因为呢还有人证以及市证 不止这个很多方的一个将具 政务 证人都可以来提供 整个证据的一个走向 同时呢来看的是呢 立委徐晓星提出了三大质疑 第一他说呢 这个CP10501 有没有装设全船的监视系统呢 第二究竟有没有配发密露器给海巡人员呢 第三是否隐匿双方船只有发生碰撞的事实呢 好就三道疑问的确外界也都想知道真相是什么 他也同时表态说如果不给密露器 那衣服上的插槽是要干嘛的啊 是要放弹卷吗 当然这是比较苦手的方式 在反方是说密露器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化验 那媒体员呢黄阳明则在领书颇文 他说呢 一线的海巡人员 其实外套都置有门禁密露器的插槽 换句话说照理来说 应该要配有密露器 有插槽啦 但是插槽上面有没有插密露器 那是另外一回事 密露器有没有开 有没有录照影 又是再另外一回事了 好不过接下来我们要来视讯连线 是我们党前中央常委委员田芳伦 委员您好 哈喽 学生主播 还有我们中天所有的好朋友们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是 芳伦午安 我们要跟你来讨论的时候 这回往大家都在问 大陆渔船翻覆 酿成两人不幸死亡 海巡执法人员 却没有人有影像 不过海巡署在最新的记者会有说 人证啊 物证都拒在 所以不会影响判定 即使没有画面 我常看新闻的朋友 应该都不陌生 海巡出海救援民众时 常常都会公布影像 来发布新闻 这一次接到驱离大陆渔船任务 居然刚好就没有开摄影器材 您信吗 影片是不是被消失了呢 您怎么看 2月14号的时候发生这样的意外 那当时新闻出来的时候 就是海巡署给我们大家一个新闻稿说 你看这个大陆的渔船 蛇行 然后自己翻船的三道猴子变成海上猴子 然后翻船造成了两死两伤的悲剧 然后呢 海巡署就很尽尽尽力的 把这个事情做了公告 当时第一时间 我说老实话 所有台湾人民 都相信我们的执法单位 就觉得说 没有错啊 那既然如果是对方的违规 对方的错误 对方的这个表现 自己出了意外 那我们的海巡队员 没有去给人家造成压力 或者是攻击的话 那我们已经尽力了 而且这是在我们的海域 这都是老共的问题 可是现在我们把这个事实 一层一层的拨开 发现跟2月14号的新闻稿内容 差距甚远 讲一个实际的 如果当时就有这样子蛇行 翻船的画面 难道民进党不会急着公布吗 如果当初有这个 我们这个渔民啊 掉到海里 然后我们的海巡人员 有去给人家抢救 有去把人家救起来 这样的友善人道的画面 难道民进党会不想公布吗 所以当时第一时间 除了看到这一个新闻稿以外 我们什么讯息都没有 当然可以说 因为那时候还在过年那一天 还在过年期间 这个行政单位啊 可能要去应付这么大的公关量 没有办法做好 可是不好的意思 就在这几天大家开始上班 立法院上工之后 委员们开始要强力监督的时候 就来问了 那画面在哪里 证据在哪里 你的故事到底跟2月14号那一天 说的怎么差距越来越大 刚刚那个我们看到 巧星他记者会有讲 每一个海巡人员的 衣服上面都会有一个 这个别密录器的地方 我跟各位报告 密录器的尺寸大概就是比这支麦克比稍微再大一点点 所以就刚刚好就是个弹卷的尺寸 插在这边可以让这些海巡人员指法 为什么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我想先请问一下 今天海巡人员在海面上看到说 这艘船有问题 他有没有侵入我们的海域 你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就是把密录器打开 证明说 你看到我有录到 他在他不应该出现的海域 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不管是捕鱼还是怎么样 这些都是这个海巡人员的证据 这些都是他未来执法的依据 这些都是未来他们回去写报告的时候 很重要就是说根据画面显示 他当时的这个情形是什么 可是不好意思 可能他们回去看了影片之后说 糟糕这个不能公布 因为一旦公布就证明了 这一次海巡人员的这个指法的过程 可能有问题 可能跟我们当初宣布的内容完全不一样 最简单解决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如同当初的国防部一样 让大家完全没有画面 还记不记得当时在讲说 不管是这个宋仲秋 这个洪仲秋的案子啊等等 当时就笑 国防部你都什么都没有画面 还记不记得蔡英文坐在街头上 说这个是国防部 那我现在想问了 请问一下你们是不是也是把这样的布 遮在海巡人员的密录器前面 你们刻意的让他把这一些影像 把这些证据全部销毁 最后很简单 就是第一线的基层把这个责任扛起来 难道我们第一线的海巡人员 完全没有这个反应神经说 如果我这一次是违规执行的话 非常有可能会造成两岸之间的冲突吗 我相信我们的海巡人员 绝对有这个卡妈センス 可是为什么要把这样的画面 给通通没收呢 难道不管是台湾人民 或者是受害者的家属 这些渔民们 都应该有获得真相的权利 所以我觉得既然我们对外号称 我们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 拿出我们的法治精神 告诉大家 我们的执行是正确的 但如果没有 真的主管单位 你要出来负责 要出来道歉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身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身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一身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一身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一身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室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身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